年初一快艇爆炸 外籍男仍然失蹤 手白色快艇 長五米、闊兩米 中間燒得黑 昨天由當局吊起 運回到水景基地 現場是西貢大辣哩海綿 年初一晚 手快艇忽然著火 有目擊者見到一個外籍男人跳海逃生 據知他叫John 38歲 水景消防和飛行服務隊 搜索到昨晚還未找到他 當局相信快艇起火後曾經爆炸 而起火原因就有待調查